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邓涵熙 由平哥为您播讲 第四十四集 抓住矛盾 伺机突破 这一集将会讲到辩论中的一个常用战术 就是利用对方的观点来反驳对方 这个说话技巧呢 其实在工作生活中也非常有用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然后举一反三 在一次题为上网是否有助学习的中学生辩论赛上 刚开始 正方辩手在以上网对学习有害的观点中占据上风 这使得反方辩手压力很大 可就在辩论进入白热化的时候 有一位正方辩友突然说 本人于昨天晚上上网查资料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这样一则新闻 说是有关上网有害的 这个时候 反方辩手很快就站起身来 说 正方辩友所陈述的观点是上网有害 可自己刚才却说 昨晚用网络查学习资料 请对方辩友对此给予恰当的解释 就这样一句话 使得正方辩手方寸大乱 自然 辩论也正方失败而告终 辩论本身主要就是体现参与辩论的一方 如何用恰当的言论去博导另一方所坚持的观点 而辩手双方所坚持的观点 本身就是一对互相矛盾的对立的观点 同时每一方所陈述的言论里 必然也存在着矛盾 所以辩论输赢的关键呢 就是如何抓住对手话中的矛盾 然后去激化矛盾 最后方可战胜对手 而如何抓住矛盾并激化矛盾 才是问题的关键 那么 我们就要至少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就是 仔细倾听 辩论的实质主要是语言之间的较量 当一方在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 另一方不应该做着 而应该用心去倾听 注意对方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词语 看看是不是有说错的地方 或者是正好与你方所阐述的观点相符合的地方 因为辩论双方一般都是同龄人 你不会出现的错误 就不能保证对方不会出现 所以 一旦发现对方的语言中 出现有利于你方观点的词语 或者是句子 就应当马上将其记下 并且仔细从中 推敲出可以击败对手的言论 所以 这里所说的用心倾听啊 意思是 让你不但要认真地听 更要认真地想 只有这样 你才可能最终战胜对手 第二就是抓住时机 人们常说 机不可失 失不再来 意思就是 当你发现机会来了 你就要马上抓住它 而不是等机会错过了 才坐地叹息 机会不会找上门来 只有人去找机会 在辩论赛中 这句话就可以很好的体现 因为每一场辩论赛 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当你发现了对手的矛盾之后 却没有适时地抓住它 利用它 等错过了 才后悔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 如何抓住机会 才是问题的关键 那么 如何更好的抓住机会呢 那就是 首先要自己勤快 因为机会 不会青睐懒惰的人 当你勤快地做好了 该做的准备 机会来了 你才有时间去抓住它 其次就是在学习中 积累有用的东西 来壮大自己的实力 这也是抓住机会的基础 最后要学会主动出击 大多数人都习惯于等待机会 相信机会会主动来临 其实 如果自己不主动 即使有一个好机会 也会被你错过 第三就是 伺机而动 伺机而动 就是在适当的时候 说出适当的话 说话有时候就像打仗 也要学会伺机而动 这样所说的话 才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很多年轻人 由于性格好冲动 所以在很多时候 说话不考虑场合 这样就很容易 让别人误解自己 比如你朋友 夫妻俩正在为钱的事情吵架呢 你这个时候 又提出来向朋友借钱 那这样不但借不到钱 还会闹得大家都不高兴 所以说 伺机而动 它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 说话的艺术 比如有人去买吃的 而卖主恰好就喜欢被人奉承 他就在买东西的时候 说上两句 哎呀 你的东西就是好吃 主要还是你的手艺不错 其他的卖主 就做不出你这个味道来 果然 这个卖主一听就高兴 立马免费让他多尝了几个 这就是懂得 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所带来的好处 所以在辩论的过程中 要沉得住气 意识的失利并不要紧 只要等到对方露出缺点 再主动出击 这时 你的言论就可以起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四 激化矛盾 只有矛盾激化了 才会发挥效益 在辩论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 对手的语言中 有潜在的矛盾 而你却没有及时地 有效地激化这些矛盾 那你也只有后悔的份了 如果当你抓住了 对方言语中的矛盾 那就等于是机会来了 这时 如果你还不主动出击 激化矛盾 那你也只能 以失败而告终 伴着自己的叹息声 离开赛场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旁敲侧击 逼其就范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邓涵熙 由评歌 为您播讲 第一百一十二集 质地有声 放慢语速 说话要字字清晰有力 在生活中 人们说话 都有轻重快慢之分 一般来说呢 重要的词语 或者需要强调的内容 就说得重一些 句子中的辅助成分 或者平淡的内容 就说得轻一些 而对于演讲者来说呢 演讲者只有说话轻重 缓慢事宜 吐字清晰有力 才能使语意分明 声音色彩丰富 语气生动活泼 语言信息中心突出 从而引起听者的注意 引导听者的思路 亦于被人理解和接受 说话太轻 容易使听者减少兴趣 太重的 也容易给听者突兀的感觉 要达到这一效果 需要演讲者 从语速 节奏 吐字 三个方面去努力 第一是语速 说话的速度呢 也是演讲的要素 为了营造沉着的气氛 说话呢 稍微慢点很重要 标准大致为 五分钟 三张左右的A4原稿 不过此处要注意的是 倘若从头至尾 一直以相同的速度来进行的话 那么听者就会昏昏欲睡 演讲的速率呢 一般可以分为 快速 中速 慢速三种 快速 用于叙述事情的急剧变化 质问 斥责 雄辩 表态 以及急促 紧张 激动 惊惧 愤恨 欢畅 兴奋 等等情绪的状态 中速一般用于说明和叙述感情变化不大 或者感情平静的视线 慢速呢 则用于抒情 议论 或者叙述平静 庄重的事 要运用恰当的语速说话 是控制语调的主要技巧 在需要快说的时候 语速流畅 不急促 使人听得明白 在需要慢说时呢 不能拖沓 要生生入耳 语速徐急 快慢有节 才能使言语赋予节奏感 听者处在良好的倾听环境里 才能不疲劳 并且增强语言的感染力 科学的发声取决于科学的运气 有些演讲者时间稍长 就底气不足 出现口干舌燥 声音嘶哑的现象 此时呢 只得把气量集中到猴头 使声带受压 变成猴音 气乃音之帅 气息是声音的原动力 科学的运用运气发音方法 可以使声音更加甜美 清亮 持久 有力 要达到这个目的呢 平时要加强训练 掌握胸腹联合呼吸法 大家如果不了解的话 可以百度搜索一下 它的要领主要是 双目平视 全身放松 喉松鼻通 无论是站姿还是坐视 胸部稍微前倾 小腹自然内收 吸气的方法是 扩展两肋 向上向外提起 感到腰带见紧 后腰有撑开感 横隔膜下压腹部 扩大胸腔体积 小腹内收 气罐单甜 用鼻吸气做到快缓稳 呼吸方法是 控制两肋 使腹部有一种压力 将气均匀地往外吐 呼吸时用嘴 做云环稳 第二就是 培养恰如其分的节奏 除了语速 演讲的节奏呢 也是关系成半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们在说话朗读和演讲中 速度的快与慢 情绪的张与迟 语调的起语符 音调的轻语重等变化对比 就形成了节奏 节奏呢 在口语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节奏不是外加的东西 它取决于说话的内容 和交谈双方的语境 靠起伏的思绪浅思造句 靠波动的情感 多层演进 节奏主要表现人的心理的运动变化 不同的口语节奏 具有不同的形象内涵 和不同的感情色彩 适当的节奏 有助于表情达意 使口语赋予韵律的美感 加强刺激的强度 在演讲中 常见的节奏有持重型 轻快型 急速型 平缓型 低异型等等 别忘了演讲中 还有标点符号 适当的停顿 不仅会显得张弛结合 同时能够给听众 提供一个理解回味的时间 集中他们的注意力 另外 掌握节奏的快慢 有助于控制演讲的时间 同时也是一种 传递感情的方式 第三个方面 吐字清晰有力 演讲的语言 从口语表述角度来看 必须做到发音正确 清晰 优美 词句流利 准确易动 语调贴切 自然 动情 我们先来说说 发音正确 清晰 优美 以声音为主要物质 手段的演讲 对语音的要求很高 既要能准确地表达出 丰富多彩的思想感情 又要悦耳爽心 清晰优美 为此 演讲者必须 认真地对语音进行研究 努力使自己的声音 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一般来说 最佳的语音是这样的 清晰准确 即 吐字正确清晰 语气得当 节奏自然 清亮圆润 即 声音洪亮清悦 铿腔有力 悦耳动听 赋予变化 即 区分轻重缓急 随感情变化而变化 有传达力和静彻力 即 声音有一定的响度和力度 使在场听众 都能够听得真切 听得明白 演讲语言常见的毛病有 声音 惊乱颤抖 飘忽不定 大声喊叫 音量过高 音节含糊 夹杂明显的气息声 声音忽高忽低 音响失度 朗诵腔调 声音呆板等等 所有这些啊 都会影响听众 对演讲内容的理解 第二个方面就是 词句流利准确易懂 听众通过演讲活动 接受信息 主要诉诸听觉作用 演讲者借助口语 发出的信息呢 听众要立刻能够理解 口语与书面语之间 有较明显的差距 有的人说 书面语是最后被理解 而口语呢 则是需要 立即被听懂 总之啊 演讲者应该根据 说话的内容 该轻则轻 该重则重 当快则快 当慢则慢 并使人感到 音节错落有致 舒服畅快 第三个方面 营造气氛 让听众 跟随你的意境走 演讲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 演讲者是否能够 用鲜明的观点 自己读到的见解和看法 深刻的思想 以及流畅生动 深刻风趣的语言 和恰当的修辞 感染听众 这也是演讲的 感染性这一性质的要求 因此 演讲者在演讲的过程中 要致力于带动听众的情绪 使听众主动进入 与演讲者的同向思维 从而达到演讲的效果 我们来看 下面这一个例子 曾经有名希望工程的发动者 到北京的某个贵族学校 进行演讲 还没有等他开讲呢 台下这帮养尊处优的孩子们 便叽叽喳喳 乱成一锅粥 此时呢 他见形势不妙 便大声喊了几句 但这种方法 似乎根本不见效 于是啊 他叫来一个现场的老师 将电闸关掉 礼堂里便突然漆黑一片 学生随之也安静了下来 这个时候 这位发起者啪的一声 打开了一个投影仪 荧幕上顿时出现了 那张有名的大眼睛的照片 这些孩子们 顿时也睁大了眼睛 看着幻灯片上的照片 同学们 你们家里有没有照相机啊 发起者此时突然提问道 有 下面齐声回答 你们会不会拍照呢 会 这个时候 发起者便指着下面的一位同学问 那请你说说看 照相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留着做个纪念呗 好 作为纪念 那就请大家看看 老师给这些山里的孩子们 拍的 留念照片吧 然后 他每放映一张照片 就介绍一个 关于失学儿童的故事 在这里呢 这位演讲者就是利用 讲述照片来历的故事 既抓住了同学们的注意力 又营造出一种 与演讲内容相适应的 肃然气氛 使同学们很快进入规定情境之中 激发了他们对 贫困学生的关注和同情 我们把它的这种技巧称为 营造气氛 这里讲的气氛呢 就是要带动听众的情绪 和听众达到一种 情感的共鸣 这里的气氛呢 可以是活泼的 也可以是热烈的 可以是庄重的 营造良好的演讲氛围 可以带动听众的积极性 并且能够很好的 学到演讲技巧 那么 怎么样去营造这种氛围呢 第一 酝酿浓厚情感 以情动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最黑暗的时期 当德国飞机 对英国狂轰滥炸之时 丘吉尔曾向秘书 口售了一篇演讲稿 这里摘录一段精彩的文字 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绝不投降 绝不屈服 我们要战斗到底 我们将在法国作战 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上作战 我们将满怀信心地 在空中越战越强 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 保卫我们的本土 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 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 在田野作战 在山区作战 我们在任何时候 都绝不投降 当口售完这篇演讲稿的时候 这位年近七旬的首相 竟然像小孩一样 哭得涕泪横流 这种心情是何等激动啊 丘吉尔的激情来自于对祖国的爱 对敌人的憎恨 来自于真实自由 热爱和平的崇高信念 大大增强了言辞的感染力 丘吉尔向秘书口售讲稿 且如此动情 当众演说时的澎湃的情绪 便可想而知了 当然 以情动人出了要求 说话者自己要动真情之外 还要求 说话人 善于将自己的真情实感 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迅速引起对方的共鸣 说话人必须 善于体察对方的心境 用饱含浓情的言辞 去拨动对方的心弦 第二就是 敢于打破定势 善于标新利益 人都有好奇心 因此 需要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打破常规 标新利益 是设置兴奋点的很好方法 为了使演讲吸引听众 在尊重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的基础上 要对演讲稿进行必要的创新 打破思维定势 要敢于创造 善于借鉴 造清新之气 数时代新风 第三 给听众看一场秀 营造出亲切可信的气氛 演讲者要营造气氛 让听众 跟随你的意志走 只有从主题出发 结合现场的具体情形 针对听众此时此刻的心态和情绪 灵活地调动种种语言手段 才能达到如此的效果 各位听众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从下一期开始 我们将会进入本书的第十八章 职场庙语 审时度势 灵活讲话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邓涵熙 由平哥为您播讲 道歉是一门艺术 它是我们为人处事的一个方面 灵活利用道歉的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改善 并增进与朋友的友谊 甚至可以化敌为友 道歉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 它能体现我们的大度 同时让人们看到我们的 公谦 懂礼 道歉 不是只有一句简单的对不起 在不同的场合 我们要学会用不同的道歉方法 来表达自己真诚的歉意 这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方法一就是陈述自己做错事的原因 当错误已经酿成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坦率地向对方承认错误 真诚地道歉 使对方的怒气渐渐平息下来 然后再从主客观方面出发 向对方分析自己做错事的原因 叙说自己的难处 在一般情况下 对方都会理解我们的苦衷 原谅自己 方法二 夸大自己的错来求得原谅 有时我们在道歉的时候 对方会不理会 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 我们最好能用一些轻松的方法 来让对方放下架子 比如说 不断夸大自己的过错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一是意味着 你了解自己的错误了 并且愿意去承担责任 第二就是 你希望得到对方的谅解 那有时候 你越夸大自己的过错 夸大到夸张的地步的时候 对方往往会忍不住笑出来 这时也就代表他原谅你了 方法三 用书面的方式道歉 有时在道歉的时候 口头上的对不起 并不能体现我们的诚意 而当道歉的话语 落到文字上的时候 就会给人一种很正实的感觉 相比之下 会更有分量 我们可以给对方写一封 措辞委婉的道歉信 或发一条文字短信 一丝简单明了即可 不要掺杂太多的个人情绪 那这种方法呢 既能显示出你的真诚 还可以免去 双方见面的尴尬场面 是一种好方法 方法四 请别人代替你道歉 在某些特殊场合中 我们不方便公开道歉的时候 可以求助于第三者的帮助 这个方法呢 一是可以避免尴尬 第二就是 第三者可以代替我们求情 那对方碍于他人的面子呢 可能就不再追究了 方法五 让对方发泄不满 这种方法有些过激 但有时确实效果不错 当对方无论如何 都不肯原谅你的时候 你也没有必要不停地 跟他说对不起 那索性让对方 痛痛快快地大骂一场 把心中的不满和怒气 都发泄出来 否则 不满的情绪 一直堆压在心里 没有发泄渠道的话 我们永远都不会得到 对方的谅解 邀请对方吃个饭 在饭局上向对方道歉 也不是一种好方法 俗话说 吃人嘴短 当对方答应我们的邀请时 这个隔阂 似乎也就不那么深了 必要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方法七 赞美对方心胸宽阔 人都是喜欢听赞美的话的 如果你想让对方原谅你 粗心大意犯下的过错 那就要嘴甜一些 除了一些必要的恭维话 还要不停地赞美对方的心胸广阔 当对方沉醉在良好的 自我感觉中的时候 我们再恭敬地向他道歉 那大多数人 仍会陶醉在你的赞美中 用自己宽大的胸怀 原谅你 方法八 站在对方的角度 分析利弊 有时对方在圣怒之下 不会轻易地接受我们的道歉 这个时候 我们首先要让对方冷静下来 然后站在对方的角度 帮助他分析利弊 这样对方就会感受到你是真诚的 也有利于对方接受你的道歉 有一次 一位商人到工商局投诉一名工商管理员 无故对他的店罚款 这个罚款的理由呢 是证件不齐 然而事实是工商管理员搞错了 这家店的手续十分齐全 于是这名愤怒的商人来投诉 同时扬言 要把这件事捅到媒体去 让舆论来评评理 工商局的刘局长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十分冷静 他先让那个管理员 对这位商人道歉 然后谈了谈自己的想法 他说 其实 你通过媒体曝光 除了使他失业之外 还能得到什么呢 倒不如我们在内部给他处罚 你自己呢 也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偿 得饶人畜且饶人 也显得你有度量 这个商人听罢也想 既然别人已经道歉了 再比就未免有点过分 于是 同意了刘局长的处理方法 接受了道歉 方法九 利用小物品传达歉意 有时候 我们要巧妾外物 表达自己的歉意 如果你觉得道歉的话 说不出口 那就可以用别的方式 比如说 送对方一束鲜花 附上一张 写着道歉话语的卡片 或者把一件小礼物 放在对方的桌子上 象征你的歉意 刘维不小心伤害了同学美美 她感到很内疚 但一直没有找到道歉的机会 于是 在美美生日那天 她到学校广播站 为美美点了首歌 并且留言说 美美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能原谅上周末 惹你生气的朋友吗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祝你生日快乐 美美听到广播后 很是感动 两人和好如初 道歉是一种艺术 它是我们为人处事的 一个方面 灵活利用道歉的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 改善并增进 与朋友的友谊 甚至能够化敌为友 道歉不但不会令我们 尊严扫地 还会让人感觉 我们有修养 有胸怀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利用道歉 为尴尬场面解围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邓涵熙 由评歌为您播讲 第52集 最佳道歉的步骤 我们要按照道歉的步骤 利用好一些语句 帮助我们摆脱困窘的处境 让对方真正感受到 你道歉的诚意 并恢复最初友好的关系 道歉对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 作为一个刚刚立足于世的年轻人 要学会正确的道歉 是必不可少的 也许有人会说 道歉有什么好学的 不就是一句对不起吗 确实 对不起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用的最多的一个词语 当你转身不小心撞到别人 或者是忘记了朋友的约定 那这个词是很适用的 但是 生活并不是如此的简单 当你遇到更为复杂的情况的时候 一句对不起 已经不能表达自己的诚意了 这个时候 就要按照道歉的步骤 利用好一些语句 帮助自己摆脱困窘的处境 让对方真正感受到 你道歉的诚意 并恢复到最初友好的关系 步骤一 真诚地承担责任 道歉是一种承担责任的表现 而不是为了自己开脱责任的伎俩 你不能把道歉当作一种 用来骗取别人原谅的方法 事实上 你的过失并不在于所做的事情 而在于自己对他人感情的伤害 也许在这场矛盾中 你伤害的是对方对你的信任 或者是对方的自尊 那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真诚地承担责任 承认自己的过失 你是否是真心地道歉 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出来 比如 一个重要的会议你迟到了 那你说 对不起 我为没有尊重大家的宝贵时间感到抱歉 那绝对要比 对不起 今天堵车了 这效果也好得多 前一句道歉呢 让人感受到 你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而后一句呢 只是你为自己的错误开脱 人们会欣赏前者的大方得体 而不满于后者的不负责任 步骤二 不要找借口 当你向对方道歉的时候 就代表着 你已经决定要承担这个责任 因此 这个时候 切不可再给自己找一些犯错的借口 否则 就会让人感到你在辩解 没有道歉的诚意 那即使有时你做错事了 确实是一些误会 或者是客观原因夹杂其中 那也不要在道歉的时候解释 如果你一定要解释 那么先要诚心诚意地 承认自己错误的部分 并请求对方的谅解 苏小姐的公司呢 需要马上确认一个项目 而该项目报告 在老板的办公室 老板目前却不在 时间越来越紧急 苏小姐只好到老板的办公室 去找文件 正在她翻看文件的时候 这个老板推门而进 见此情景啊 有些不太高兴 我不是告诉你 我不在的时候 不要动我的文件吧 苏小姐马上道歉 我很抱歉翻看了您的文件 我以后绝对不会 再做类似的事了 但是 现在公司需要马上 确认这个项目 请您在这个报告上签字 这老板一听 马上原谅了苏小姐 并表扬她 以公事为重 步骤三 道歉需要集中于自己的错误 诚恳的道歉 要让对方感觉到 你已经反思了自己的错误 这个时候 你的道歉 一定要集中于自己犯的错误 而不应该一边道歉 一边讲对方 这样呢 就更像是在推卸责任 安子是一家旅行社的导游 有一次他在带团的时候 遗漏了一个细节 就是忘记带公司分配的医药包了 恰巧 这次旅行团里 有个游客晕车晕得很厉害 不停地呕吐 他知道旅游公司 一定会给导游一些晕车药 以防万一 因此 他向导游安子 要一些药 这个安子呢 没有准备医药包 按理说 这是安子的工作失误 他需要对这个游客道歉 可是安子的说法 却让游客非常不满 我很抱歉啊 我没有带医药包来 我没想到 你晕车晕得这么厉害啊 游客听完十分生气 要到旅游协会去投诉安子 和安子的公司 安子反而觉得十分委屈 他说 我已经道歉了 为什么游客不能理解我一下呢 我的工作也很忙啊 直到最后 安子都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道歉 没有起到效果 其实啊 是因为他在道歉的时候 没有集中于自己的错误道歉 而是不知不觉的 把责任推卸给了游客 如果他换一种说法来道歉 可能这个效果啊 就会大不相同了 比如说 对不起 因为我的工作失误啊 我把医药包忘在旅馆了 请您坚持一下 我们马上就到目的地了 在那里 我们公司的同事 已经给您准备好了药 非常抱歉 让您现在这么不舒服啊 步骤四 尽力去补救 当然 在你道歉的时候 最主要的是 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然而有些错误呢 是很难补救的 这个时候 你要尽全力去弥补 同时呢 还要向对方确保自己 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时 这样也会让对方 很快地原谅你 在补救的时候 你要从自己 力所能及的事情上 开始做 我很抱歉 因为我的失误 让公司承受损失 我已经重新修改了报告 不会再出现错误了 而且 我已经想到一个 补救计划 来挽回损失 请您批准 以上是道歉的 四个基本步骤 一旦你能掌握 这些原则 就能在道歉的时候 有效地降低 对方的怒气 获得对方的原谅 当然 有些人是很难交流的 即使是最真诚的道歉 他们可能也不会接受 那这种情况下 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但并不是说 你就可以不用道歉 世上没有后悔药 你能做的 就是真诚的道歉 努力去弥补自己的过失 各位听众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最佳道歉的方法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 邓涵熙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七十一集 自嘲 也是一种口才艺术 在人际交往当中 有很多的意外 是无法避免的 比如说 个人的失态失言 他人的无意冒犯 周围的环境出现了 考虑之外的因素等等 这些猝不及防的事情 往往会让我们 感到有些狼狈 甚至还会受到 别人的嘲笑 那为了将自己 从狼狈和尴尬中 解脱出来 不妨用一下 自嘲的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 迈克斯维尔说 在别人嘲笑你之前 你先嘲笑自己 自嘲能够通过 自我嘲弄 或者贬低的形式 让自己摆脱 社交场合的困境 将尴尬场合中的被动 化为主动 既给自己一个台阶 又能有效地堵住 别人的嘴巴 自嘲是一种谋略 能够转移别人的注意力 增添社交场合的情绪 更能够有效地化解 意外事件 给自己带来的尴尬 在一个宴会上 服务员倒酒的时候 由于不小心呢 倒在了一个客人的秃头上 很多人都惊呆了 这请客的主人呢 感觉到自己丢了面子 怒气冲冲地 要把老板叫来赔罪 这服务员呢 更是吓得面如土色 手足无措 然而 这位客人并没有 丝毫的愤怒 用毛巾擦了一下 湿漫漫漫的脑袋 笑颜颜地对服务员说 美女啊 你以为这种方法 治疗秃顶会有效吗 在场的人听了 都不禁笑了起来 这尴尬的局面呢 也被打破了 那位服务员呢 更是感动得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这位客人 拿自己开玩笑 既展示了自己的宽广的胸怀 又维护了自我尊严 同时呢 还给那位粗心的服务员 提供了一个台阶下 算得像是一举三得 俗话说 金无足斥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难保 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 在交际场合中 也不可能 时刻做到 时全时美 在遇到尴尬的事情的时候 没有必要去抱怨 自己的时运不济 或者先天缺陷 而是要学会用 幽默的自嘲方式 来给自己寻找一个台阶 那这样的话呢 既能够避免 别人的捉弄和嘲笑 又能够体现你的 自信和成熟 社交中所处的劣势 也就可以通过你的自嘲 变为你的优势 最终取得 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某位教授 因为研究课题 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在开会的时候呢 竟然睡着了 严肃沉闷的会场 憨声大作 引得别人频频点头 指指点点 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周围的人 都在嘲笑自己 一位同事还说 身为名阳海内的知名教授 你居然打出 这么有水平的呼噜 实在是佩服 这位教授并没有恼怒 而是很快地接过话茬 说 这可是我的祖传记忆 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 这轻松的一句自嘲呢 就在大家的哄笑声中 解了围 适时适度地拿自己开玩笑 其实是一种良好的修养 更是一种充满魅力的交际技巧 拿自己开玩笑 能够制造宽松和谐的交谈气氛 能够使自己活得轻松洒脱 使人感到你的可爱的人情味 有时呢 还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面子 建立起新的心理平衡 1990年 中央电视台邀请台湾影视艺术家 林峰先生参加联花晚会 当时呢 很多观众对他还很陌生 可是他说完那句 妙不可言的开场白之后 一下子就被观众认可 并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他说 在下林峰 我和文章不同啊 虽然我们都得过金钟奖 和最佳男歌手称号 但是我啊 以长相难看而出名 一般来说呢 女观众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他们认为我是 人比黄花瘦 脸比煤炭黑 这一番话 细而不屑 妙趣横生 令观众捧腹大笑 这段自我吵解的话 让林峰给现场的观众 留下了非常坦诚 风趣幽默的良好印象 不久 在金花筒之夜文艺晚会上 只见林峰满脸含笑地说 我很高兴又见到了你们 很不幸 你们又见到了我 短短两句话 就赢得了人们振振的掌声 他和观众之间的 日久生疏之感 不复存在 接着林峰又说 我总发觉啊 男人们在我面前 都显得很自信啊 却观众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如潮的掌声 再次响得起来 自嘲不是一些人 想象的自我作践 而是一个成熟的人 所必备的交际手段 懂得自嘲的人 往往也能正视自己的缺陷 给人留下自信的印象 从而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爱戴 比如你正在画一幅山水画 但是却没有取得 应有的画画效果 你不妨自嘲说 我这个业余的绘画爱好者 这功夫还是不到家呀 这哪是画画呀 分明是杏手涂鸦 哎呀 这专家见到了 他会为我这种业余水平 而感到丢脸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会原谅你的状态不佳 也就不会去想挖苦和嘲讽之类的话题了 相反 当你明知道不能继续的时候 还要装腔做事 设法掩饰 那就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尴尬 导致无法收场 因此 在任何情况下 大胆地进行自我调侃 是一个聪明的行为 他不仅能够给自己 找到一条后路 还能引起别人的亲近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用模糊的语言 回避敏感话题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邓涵熙 由平哥为您播讲 第75集 自圆其说 轻松应对挑衅 刚刚结婚不久的小光啊 突然间接到前女友的求助电话 说自己遇到了危险 急需要小光的帮助 这小光呢 有些为难 不去吧 怕对方真的遇到了危险 去吧 又怕剪不断理还乱 再加上小心眼的妻子 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情啊 没准还闹出什么乱子来 思虑再三的 小光最后还是去了 毕竟对方需要帮助啊 那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按照约定的地方 小光见到了前女友 只见她泪流满面 似乎受到了极大的委屈 于是小光带她去了附近的咖啡厅 想问问她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坐下不久 小光不经意间一抬头 吓了一跳 她的妻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不远处正盯着她呢 看到小光发现了自己 妻子假装满脸堆笑地走了过来 坐在了一边 什么话也没说 小光集中生智 说 她给我介绍一个客户 我以前跟你说过的 很大的订单啊 所以我就过来了 也正巧了 前不久呢 小光是给妻子说过 有这么一个朋友啊 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客户 她妻子二话没说 生气地扭头就走了 小光呢 也告诉了前女友 跟着回了家 她对妻子说 真的是工作上的关系 以前没跟你说 说是她 就是怕你多心啊 这个客户做成的话 咱们能多收入好几万呢 咱们跟钱可没仇啊 妻子显得气消了很多 说 真的吗 你可别骗我啊 小光陪着笑脸 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你说是不 妻子笑了 说 那你歇着吧 我去做饭了 等妻子进了厨房 小光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尝出了一口气 有时候 别人为难你 并不是你人品不好 而是你所说的 所做的 才对方看来是错误的 是荒谬的 所以才会 想方设法为难你 让你在自己的言语 和行为面前 站不住脚 那这个时候 只要找个合适的理由 自圆其说 让对方觉得 你是正确的 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 找的理由一定要充分 要能说服对方 要是牵强附会 连自己都听着别扭 那根本就说服不了对方 同时反面证明了 你的荒谬性 和不合逻辑性 所以 自圆其说 是应对语言挑衅的好办法 但是在具体的应用中 应该怎么去操作呢 第一 说词要符合逻辑 在自圆其说的时候 一定要符合基本的逻辑 让别人听着 似乎也能说得过去 也是合情合理的 否则 就成了掩耳盗铃 自欺欺人了 所以 在解释的时候 要找个合适的前因 比如故事中 小光会见前女朋友 被妻子撞到了 这小光集中生智 以介绍客户为由 以赚钱为最终的幌子 刚好事先 小光给妻子 说过这件事情 这样一来呢 听上去合情合理 那即使她的妻子 心里再不舒服 也只能作罢 因为小光的理由啊 没有半点破绽 符合基本的逻辑 当然 这么说不是教授人 如何欺骗别人啊 因为这么做呢 完全是无害的对吧 所以啊 在自缘其说的时候 一定要想方设法 为自己的说词呢 找到合适的前奏 让对方觉得 也有一定的道理 当别人的内心 承认你的说词的时候 就不会再为难你了 第二就是 利用概率找台阶 世上的任何事情 都没有那么的绝对 都有出现意外的可能 所以啊 当自缘其说的时候 不妨就用概率 为自己找台阶下 比如说 你所销售的灯具呢 一向质量很好 可是偏偏卖给一个 大客户的单子中啊 有一个残次品 当对方找上门来的时候 你就需要自缘其说 给对方一个合理的解释 并答应更换这个残次品 这个时候 如果你一味地强调 自己的产品质量 有多么多么好 这无疑会让对方 更加生气 显然 你在说瞎话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告诉客户 质量好呢 也是相对而言的 有个别残次品呢 也是在所难免的 任何产品都是这样 这样一来 客户觉得 也有一定的道理 自然就不会再为难你 所以啊 有时候用概率 为自己找台阶下 无疑是自缘其说的 一个很好的办法 因为世上 没有任何的事情 是绝对的 第三就是 善于咬文嚼字 如果被对方紧紧追逼 没有退路的时候 那不妨咬文嚼字 在曾经说过的语言中 做做文章 当然 这属于诡辩 有点耍无赖的意思 但是 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 要是不想乖乖投降 受人任意羞辱的话 那不妨 用咬文嚼字的方式 利用歧义 或者是语言上的漏洞 为自己找个台阶 比如老师对你说 钢笔不要给张三 但是张三是你的朋友 你把钢笔给了他 当老师责问你的时候 你不妨为自己辩解 你不是说 钢笔不要给张三吗 所以我就给了 你看 这就是运用语言上的一些技巧 事实上 老师呢 是这么说的 但是却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 尽管很生气 但是又不能责怪你 你为自己的行为啊 找了个合适的理由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避免提出无效问题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邓涵熙 由平哥为您播讲 第七十四集 转移话题 减少矛盾冲突 红宇呢 是一家大型工厂的工人 有一次啊 下班之后 工友们都走光了 他推着自行车 往大门口走 按照厂方的规定呢 厂区内 是禁止汽车的 由于厂房到大门口啊 有一段距离 红宇看了一下四周 没有保安 随即一脚 登上了自行车 朝大门口驶去 谁知在这个时候 负责在工厂执行的保安呢 不知道从哪里走了出来 一下子 拽住了红宇的自行车 拉着他去接受罚款 这红宇一下子愣在那里 不知如何是好 幸亏他脑子机灵 在和保安的争执中啊 他听出了保安的口音 于是对保安说 听你口音 好像不是本地人吧 保安回答说 不是的 我是四川的 这红宇笑着说 真的呀 我女朋友啊 也是四川的 跟你说话挺像的呀 我说怎么听得这么耳熟呢 这保安说 是吗 那真是太巧了 能在这么远的地方碰上老乡 红宇说 是啊 太不容易了 那改天聚聚吧 保安说 那真是太好了 那你赶紧回去吧 晚了 老乡会担心你啊 事实上 红宇并没有女朋友 自然之之后 也不可能和保安 续老乡之情了 说这个故事呢 主要是想说明 这么一个说话技巧 一般情况下 当有人因为一个问题 跟你争执的时候 为难你的时候 内心深处 对你的攻击力度很强 对你的意见和做法呢 很反感 但并不是 对你这个人很反感 这个时候 不妨转移话题 转移对方的注意力 这话题转移了 自然就把矛盾 暂时地放下了 那么 对方就没有那个必要 继续攻击你了 这样一来 不但减低了别人 对你的语言伤害 还可能因此 化干戈为欲拨 那么 在利用转移话题的办法 来减少语言伤害的时候 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的呢 第一就是 寻找彼此的共同点 别人之所以为难你 攻击你 是因为在某个问题上 双方意见和做法不一样 甚至可以说是 争锋相对 为了分出个所以然 势必要较量一番 事实上 熟对熟错 谁是谁非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再加上 谈及某些问题的时候 情绪激动 说出很多让你尴尬 和难听的话呢 也是情理之中 所以这个时候 尽快找到彼此的共同点 把这个话题呢 由相依转向相同 这样 不但转移了 对方的激动情绪 而且还会将自己 在对方心中的定位呢 由敌人变成朋友 比如刚才这个故事中的红鱼啊 在遭遇对方为难的时候 说出了个 和对方是老乡的女朋友来 尽管这个女朋友是瞎编的 但是却迅速化解了 她和保安之间的对立情绪 避免了很大的麻烦 所以啊 寻找双方的共同点 是迅速转移话题的好办法 那如果实在找不到呢 不妨虚拟一个 这目的呢 不是为了骗对方 而是为了转移话题 减少对方对你的伤害 当然 这仅适用于陌生人群 为难你的时候 这熟人之间呢 当然就行不通了 第二 要及时的赞美和恭维 没有人不喜欢 别人赞美自己 恭维自己 即使是在双方 有强烈的对抗情绪之下 所以 当别人言语上 为难你的时候 不妨赞美和恭维一下他 每个人的注意力 都在自己身上 当对方指责你的时候 你赞美一下对方 对方的注意力呢 就会迅速转移到 他自己身上 并且转移到 你所关注的话题上 那这样一来呢 别人对你的攻击和伤害 自然就不存在了 比如 别人指责你 打扫卫生不彻底的时候 你就说 哎 你今天穿的衣服真漂亮啊 或者说 你今天神清气爽 遇到什么高兴的事情了 那这个时候 就算是对方再看你不顺眼 他也会两眼放光 面带微笑地和你交谈起来 即使有些人抹不开面子 但是这心里啊 却甜滋滋的 所以呢 在面对别人的指责和为难的时候 要学会用赞美和恭维 来转移话题 软化彼此的情绪 以赢得对方的好感 第三 对对方产生浓厚的兴趣 任何人都一样 希望得到周围更多人的认可和肯定 希望别人对自己感兴趣 对自己的生活感兴趣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予以肯定 所以呢 因为一些想法和做法不同 别人对你进行为难的时候 你就要多关注一下对方的生活 将话题分析 引向对方 因为有相依 所以就有对抗的情绪 而当话题转移到对方身上的时候 没有了分析 这自然 就没有了对抗 当你对别人产生兴趣的时候 别人也会对你产生兴趣 比如说 当有人说你不应该在上班时间接电话的时候 你不妨关心一下对方的失眠 好些了没有 最近的睡眠质量怎么样 别人给予你的是责备 你回报的却是关心 那这样一来呢 即使对你再有意见 也不好意思再为难你了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自圆其说 轻松 应对挑战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邓涵熙 由平哥为您播讲 第七十七集 逐层深入 步步为营 孟子拜见齐轩王 他问 您曾经说您爱好古乐 有这么一回事吗 齐轩王有些不好意思 只得据实说 我并不是爱好古乐 只是爱好一般的音乐罢了 孟子说 只要您非常爱好音乐 那么齐国便会富强了 无论您爱好的是现在的音乐 还是古代的音乐 他们都是一样的 齐轩王说 先生可以清楚地 说明这个道理吗 孟子说 一个人单独 欣赏音乐的快乐 和与大家一起 欣赏音乐的快乐 那究竟 哪一种更快乐呢 齐轩王说 当然是与大家 一起欣赏音乐 更为快乐啊 孟子说 与少数人 一起欣赏音乐快乐 与多数人 一起欣赏音乐 也快乐 那究竟哪一种更快乐呢 齐轩王说 当然是与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 更加快乐 孟子接着说 那么 就让我和您谈谈 赏音乐的道理吧 假如大王在这奏乐 老百姓听到 民中旗鼓 吹枭奏笛的声音 却都愁眉苦脸 我们的国王 这样爱好音乐 为什么我们却苦到这般地步呢 原因就在于 大王只图个人享乐 而不与百姓同乐 但是 假如大王在这奏乐 老百姓全都眉开眼笑 我们的大王大概很快乐 要不怎么会奏乐呢 这没有别的原因 只是因为国王与百姓 能够一同娱乐罢了 所以 如果大王能够与百姓同乐 就可以使天下归服了 说话的时候 要一步一个台阶 按照对方思维发展的趋势 逐渐提出问题 这样才能逐步地 否定对方的观点 将对方说服 孟子这段辩论中 用了英式立岛的方式 当他听说国王喜爱音乐的时候 就由此下手 用一个个的问句 一步步疏导 最后得出结论 如果大王能够与百姓一同娱乐 就可以使天下归服 从而达到了 说服齐宣王与民同乐的目的 那么 在询问时 如何进行逐步深入呢 第一就是 预先要明确目标 在询问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你向对方发问 是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只要明确了这个目标 在具体的询问中 就会有所值 千万不能没有目标 胡乱发问 那这样 不但不能达到逐步深入的目的 还会引起对方的反感 有了明确的目标 还要明白 每一个问题怎么问 才算合适 问到一个什么程度 才算是恰到好处 只有心中有了这样明确的规划 询问起来才不会不知所云 所以在询问之前 一定要找到自己询问的明确目的是什么 要明确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第二就是 说话要有逻辑性 在询问的时候 每个问题之间呢 都有很强的逻辑性 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将对方 引到我们预先设置好的目标上 那如果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自相矛盾 或者问的问题不够严谨 这样就没有办法成功地引导对方 因为你自身出了问题 也就意味着 你所设置的所有逻辑 都存在有问题 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那怎么去引导别人呢 所以说 在引导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语言的逻辑性 要仔细斟酌每一个词 每一句话 把话说得严谨一些 不要犯明显的错误 这样一来 对方在你的引导下 才能顺利到达 预先设置好的目标 否则 被对方找出逻辑的错误 反驳得无话可说 不但不能引导对方 还可能被对方引导 第三就是 多用问句引导 在引导对方的时候 要多问问句 尤其是反问句 让对方所坚持的观点和看法 在你的反问下 失去抵抗力 从而乖乖地 听从你的调遣 当然 在用反问句的时候 要先用大量的论句和事实 将对方博导 在你的反问下 对方再不缴械投降 也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这样 你在环环相扣的 一个个反问下 对方会一步一步地 跟着你 靠近预先设定好的目标 比如 你举了大量的例子 说明不上学 是没有退路的 然后问 难道你不上学 会比别人更有出路 在事实面前 对方自然乖乖地 听从你去学校了 如果事实不充分 说明不了问题 那对方自然会 起身反驳 这样 整个问题设计 就会功亏一篑 各位听众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把握问题的尺度 打好擦边球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